据台湾媒体报道,台一人染毒又添一桩 警方表示,在北市多家酒店担任干部的萧姓和蔡姓男子 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向酒店和酒店小姐兜售毒品 并在酒店附近出租套房藏放毒品 其中萧男都会派小弟专人送达 并在包装上写上代号方便取件 例如橘子代表一粒棉摇头丸 便当则是K他命 新北市邢大针四队五日兵分多路搜索 总共逮捕二名主嫌外 另逮捕七名毒虫 现场扣查两颗摇头丸 521克K他命 七颗一粒棉及赃款四万多元 其中过去曾是黑色惠美媒的强强也在其中 他坦承向主嫌购买一粒棉 K他命和摇头丸三种毒品 去后被依毒品罪先移送